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关于静态类和静态方法它的一个应用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类 那么这个类当中它的一个数据成员 它实际上是可以分为静态字段和实力化字段的 那么这个静态字段也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数据长期注留在类存当中 然后长期注留之后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类去直接访问它 而不需要实力化 那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字段和实力化字段它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person 定义了一个person 定义了这样的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当中它有两个字段 那么一个呢叫实力化的字段 一个实力化的字段 实力化的字段 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静态字段 那么在这里面静态字段和实力化字段 它的一个区别就是 当我们在访问这个静态字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person直接访问它 而我们在访问这个实力化对象的时候 那我们在访问这个实力化字段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通过有一个东西 这个叫实力化的这个对象 比如这里面必须得通过实力化的这个对象去访问 对象 好 然后这个实力化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再访问它 这里面就是我们再访问这个实力化字段和静态字段它的区别 好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实现一个静态字段的话 我们通常的话是通过static的方法 通过这个static修饰符 然后去定义这样的一个静态字段的 那如果说我们一个方法或者说我们一个字段 如果没有这个static作为它的一个修饰符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一个字段或者说这个方法一定就是一个实力化的字段 或者说是实力化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果来定一个 静态字段我们先定义一个类 我们这个类通常也是一个我们之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person在那个类 也就是说人这样的类 然后我们用上一个public这样的关键字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个实力化的字段 比如说public static 这个static的话就用来修饰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字段 所以我们static stream 它的一个counter 那我们在外部我们在访问这一个counter的时候 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类直接访问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person.counter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为中国 那么这里面我们实际上已经对这一个静态字段进来一个访问 static表明是一个静态的字段 所谓的静态字段是长期注留在内存当中的 那么你可以在任意地方去修改这个静态字段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我已经person.counter 那如果说我现在我需要去做一个另外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我也可以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static 所以我这里面word changecounter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做了一个changecounter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修改我们counter这个字段的 那么修改这个counter这个字段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person.然后我们这个counter比如说等于 比如说我们 好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这一个字段 那我们来访问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之前给它输入一下counter.counter 那么这里面就直接输入一个person.counter 好那么我们现在调这个方法就是change 就是person.这里面由于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在调这个静态方法的时候是不需要实力化的 咱们再输出这个值counter 我们再把这个person.counter再给它输出出来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字段和静态方法 我们运行下 那么运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那么之前这一个person.counter它是一个中国 然后我们输出这段信息 输出这段信息之后我们在person.changecounter 而这个person.changecounter的时候 在这里面我们就遇上了一个person.counter 它去改变了这一个静态之段这个值 我们改的时候在这里面我们访问这个静态之段 一定是通过类去访问的 那么我们方法的时候 如果一个方法 是静态方法的话 那么必须在public 或者说那么必须加上一个static的一个修饰 加上这个static的修饰之后 那么这个方法才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静态的方法 好这是我们对于静态的一个字段和静态方法 那如果说我们在有的时候 我们一个类当中既有静态方法也有实力化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public string 我们再做一个 string 比如说这个lame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public person 我们再做一个public person 然后我们再给它订一个string lame 进来 然后zs点 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的是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构造函数 这个构造函数的话 这个构造函数它需要传一个参数进来 传这个参数 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数据附给这个字段 附给这个lame字段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它是一个实力化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实力化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叫word showinfo 好 那么这个word showinfo 我们来输出一下 那先这个输出的话 它实际上是需要去访问 这个实力化的这个字段的 那么这是一个实力化的字段 实力化字段 那么这个实力化这个字段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实力化这个字段 实力化的方法 好 然后我们去输出一段信息 council.wetna 我们输出这段信息 比如说我的姓名 然后是来自于 然后这里面直接通过lame这个字段 然后去输出 然后 逗号 然后我来自 然后这里面我需要我来自哪个国家的手 如果我们这里面直接加counter 我们看一下在counter可不可以 这里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直接访问这个counter的 好这里面 当访问这个lame的时候 实际上访问这个lame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this.lame 当我们在访问这个counter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加上this.l 当我们加上this.counter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出问题了 我们要访问这个counter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访问这个counter 好 这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个类 实际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this.去访问 我们要实际化的这个字段 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字段 它是一个实际化的字段 而我们在这个方法 也是一个实际化的方法 然后实际化的方法 它可以 可以访问静态字段 可以访问静态字段的 这里面我们已经访问这个静态字段了 那我们现在来实际化它 比如说我再调一下 person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实际化一个p 等于newperson 然后传一个姓名进来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直接调p点 然后有一个showinfo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howinfo它输出的是哪个国家呢 它这里面肯定是来自美国 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掉了这个 changeCounter这个方法 好这个方法 那如果说我现在 我再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一个静态方法 然后静态方法 它可以访问静态字段 比如说我们刚才public wordshowcounter showcounter up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输出 counter叫let line 国家的这个名称是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访问counter 这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静态方法 它可以访问静态字段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来访问我们的一个实际化字段 this.lame 比如说我们给它等于 你是 然后再运一下 也是没问题 也说我们这个静态方法 它实际上也是可以对这个 静态字段进行一个修饰的 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访问这个静态字段 好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一个 静态字段和静态方法 那么实际上这个静态字段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实际化 的这种方式去访问它 就直接通过类名去访问这个实际 通过类名直接去访问这个静态的这个字段 或者说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方法 好就是说我们关于我们的一个静态 字段和静态方法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再创建一个类 这里面我们创建这个类 这个类呢它是一个静态类 就是说我们加上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一个operator operator message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创建一个类 public 然后在这个类前面加上一个static的一个修饰 加上一个static的修饰之后 那么这个类 就是一个静态类 然后在这个静态类当中 那么在静态类里面就必须包含的是一个静态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static 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方法 比如说做一个int i的相加的方法 我们int a和int b 好那么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做一个public static int result 好是一个运程结构 然后我们在访问这一个result的时候就等于 a 加b 然后retor result 好这里面 这是一个静态类 静态类它的一个修饰也是一个static 然后这是一个静态之段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静态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非静态之段 也就是一个实力化的一个之段 那么比如说我们印它 d result 我们再编译一下 实际上在这里面已经出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一个静态类当中 在静态类当中是不允许 不允许 出现实力化的 之段 或者方法 这里面需要大家引起一个注意 就是我们在这个静态类当中 我们是不允许出现实力化的这个 之段或者方法的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采用这个静态类 或者说是静态方法 我们要采用这个静态方法 我们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方法的这个执行 它只与我们这个参数有关 和其他数据没有关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的是一个静态之段 你看我们在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这个方法它实际上 它的一个执行 只与这两个参数有关 比如说英特A加B 那么A加B的话 那么这一个 方法这个执行 它只和你传建这个A和B的这个数据有关 和其他的是没有关系的 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的是一个静态方法 好 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静态方法 静态类以及静态之段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讲解 OK 我们再讲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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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